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因为要抢我的皇位而引起的 你说我这个皇帝能不悲伤吗 看来你对你的爱人用情很深 那当然 我对他的爱是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相比的 就是要拿我的皇位来跟他的性命交换 我也会愿意 先帝真是性情中人哪 敢问先帝 你的爱人姓啥名啥 他叫霍水仙 水仙 大哥 难道你有他的下落 不久前听一位江湖上的朋友说 有一位叫水仙的奇才女子 资荣出色 武功甚佳 那一定是水仙 他是不是一个美若天仙 兵清玉洁 机灵动人 气质出众的人呢 的确是 那就是他 他在哪里啊 我只是听朋友说 我并没有见过他本人呢 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不过 我可以帮你去问一下这位朋友 是吗 大哥 你朋友现在在哪里 我们立刻去问他 不过 对不起啊 贤弟 我这位朋友 是江湖上人 行踪啊 神出鬼没 以我跟他的交情 他这两天 应该会来找我 到时候 我帮你去问问他 贤弟 你就烧安物躁吧 我想水仙 已经想得快要发疯了 你教我怎么烧安物躁呢 大哥 你答应我 一定要尽快帮我 好 没问题 我们喝酒 人呢 人我们已经找到了 不过我们担心 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要杀刘碧 你报仇了 你们 真的能证明刘碧乙 就是杀害我娘 把我推下山崖的凶手吗 水仙姑娘 人命关天 杀母之仇 更是不共戴天 我们怎么可以 随便找个人 来糊弄你呢 王爷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水仙姑娘 刘碧乙 她是个双命人 笑命虎 她跟你家 是世交 跟你的感情呢 又甚好 你如果 找她报仇的话 她一定会来跟你套交情的 然后 趁你心软 就置你死地 所以 她越跟你套交情 就证明 她作贼心虚 她就是凶手 这一次啊 总算来得及了 看你还想怎么溜出去 帮丫头 被发现了 帮丫头 我 你想说什么 我 我 我想 我也 有什么话 你快说嘛 我 我真的有水仙的下落了 说什么嘛 你呀 我好丢脸哦 你刚说什么 我说 我有水仙的下落了 水仙 真的吗 嗯 太好了 水仙呢 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王上 先喝杯酒 稳定一下情绪嘛 刘福 在 水仙姑娘 水仙 真的是你啊 水仙 海银法 你干什么 水仙 你说什么 是我 你不会忘了我吧 我是宾仪 啊 你是刘宾仪 嗯 海银法 你别跟我开玩笑好不好 开什么玩笑 大哥 水仙到底是 怎么回事啊 让我来告诉你吧 苏承 你这个乱臣贼子 我本来就想把你绳之一发 没想到你却送上门来 来啊 我苏承 我苏承根本不把你这个痞的放在眼里 看来不给你吃点苦头 你是不会得到教训的 大哥 这到底早回事 你刚才喝的酒 是毒酒 大哥 你 我 银法 那你出场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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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到底是谁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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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是顶替你留病已的 那 大哥你 谁是你大哥 你看清楚了 我是广陵王刘虚 这些都是阴谋 今天你总算搞清楚了 那 那水仙 他不也是假的吧 他是真的 不过 很遗憾 他不是来救你的 他是来杀你的 水仙 怎么 连你都跟他们 周考 为什么 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娘 为什么要把我推到山岩下去 我没有 沈欣 沈欣 都是他们乱臣贼子跟你说的是不是 害死你娘 把你推上山岩的人不是我 是他的叔叔苏文啊 哼 刘病已 燕作是一人当 你算什么男人 你 刘病已 你到今天 都不肯毁过认错吗 我 我认什么错 如果我真的有错的话 就是以前 我一直忍你生气 从来没有让你真正的快乐 如果我真的有错的话 就是 当天你被人推下山岩的时候 我没有及时救你 或者是 你掉下去的时候 我没有陪你一起跳下去 水仙我 你看你看 水仙姑娘 我说的没错吧 她又开始跟你套交情了 我套什么交情 你一定记得 我们八岁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碰面 记不记得 我们一起吃达鲁面的时候 你一定记得的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达鲁面 八岁 对 八岁的时候 八岁的时候 我们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那 这些年来 我们都在寻找对方 水仙 你为什么不懂啊 我答应过你 再也不懂 好 没气了吧 这掌打在她头上 她还能活吗 阿福 把她拉出去埋了 这 可不可以 改天再进去 我觉得我模仿的还不太熟 手不爽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又进去 快点 是谁啊 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宫廷禁地外面吵吵闹闹 看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的死老百姓 皇上 小的有有无珠 请皇上恕罪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人哪 在 把这个卫兵 就定 则打五十大百 是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 皇上宫延命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exposure 南院 怎么像个迷宫一样 皇帝秦宫到底在哪 长乐宫应该是这吧 平均 你想干嘛 过来 你喝酒喝到天亮 已经很过分了 现在还鬼鬼祟祟的 想留见太皇太后的寝宫 你 你到底想干嘛 你这个皇帝做的 还没有廉恥心啊 从小师们教导我 做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廉恥之心 我寒窗苦读十年 所学的刑罚制度 其背后的原理 全部是以人类的 廉恥之心为本 你现在问我有没有 廉恥之心 你在说什么 你喝晕了 你上次不是说 有人知道水仙的下落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一场误会 认错人了 那好吧 你跟我回薇阳宫吧 走了 这是 这是你每天早上的例行训练 少装算了 风丫头 可不可以先让我回寝宫睡觉 我昨晚 一晚都没睡 不行 这是你的事 谁让你昨晚 喝酒喝到天亮了 赶快练习 上朝的时间呢 很快就到了 今天啊 千万不能在文武百官 面前丢脸哦 什么 等一下 还要上朝 你就不要再明知故问了嘛 赶快赶快 快快快快 快站起来 坐下 起来 再坐下 再起来 再坐下 再起来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先来练走步 走回去 走回去 碧姨 你今天怎么搞的 前几天明明走得很好 你今天怎么走得不三不四的 可能是 昨天没睡的关系吧 博丫头 可不可以 今天上朝取消 先让我回去睡一觉 好不好 不好 我丰命严格 监督你 怎么可以轻易放睡 碧姨 为了你自己好 也为了天下灵明百姓好 希望你好自为之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睡觉啊 对了 我教你一个提神的好办法 你跟我走 你开好了 你从这儿跑上去 从那儿跑回来 跑二十圈 嗯 不行 我想回去睡一觉 想睡一觉是吗 好啊 那我就看你 去跑呢 还是不跑 好 好了 好了 好 快点 快点了 快点了 快快快快 快点跑 再跑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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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民间皇帝 怎么当得这么没尊严 没想到 碧姨的功力 退步得这么快 才跑个几圈 就这么狼狈 再这样下去 怎么行呢 不行了 难怪有碧姨 叫了疯丫头 再这样下去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被她搞死 三十六斤 走得上策 你这不成才的家伙 人家只知道打坏 是不是皇帝当酒了 连武功都忘了 下来 快给我下来 你不要耍宝了 下来了 不下来 你下不下来 救病 你到底下不下来 不要 啊 啊 你 帅人道 当然是叫你了 什么事 叫大家平身呢 平身 谢万岁 仲卿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臣起圣上 说吧 圣上自登基以来 谍遭变故万民同哀 国事繁杂千头万绪 然不能一日荒诞 如今国家的事情 个人的事情 等等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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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 只是 刚才做了一个梦而已 皇上 所以 自夏武皇帝驾崩以后 夏武帝 这我知道 都是怪他 霸出百家 独尊如数惹的祸 害得全国民不聊生 人违法乱戒 爱情退下 董仲书何在 皇上 董仲书 是夏武皇帝时代的老臣呢 这我知道 我最讨厌他 霸出百家 独尊如数 叫他站出来 皇上 董仲书早已坐骨多时了 现在是您当政的时代呀 现在是我当政的时代 那 你叫董仲书的子孙站出来 启禀皇上 那董仲书他并无子孙在朝啊 混账 难道全朝 就没有一个姓董的了吗 上 为臣叩见皇上 你们三个姓董是不是 为臣都姓董 你们三个姓董的 还有你们 所有人都听着 你们要知道 秦为何 可以灭六国 而一统天下 那是因为只有书童文 车童鬼 国家的疆土 才能无限地扩大 韩贝子说 人之性情 贤之寡 而不孝之重 而以 威士之力 尽乱士之不孝人 则是 以士乱天下者多矣 以士之天下者寡矣 请问皇上 有何旨意 那三个姓董的 各打二十大百 想不到 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如今 刘病已已死 我们要让那个假皇帝 坐稳他的位置 同时再指使他逐步 铲除刘病已的旧势力 然后安插我们自己的人 到时候 天下就是你王爷 一个人的了 说得好 说得好 只是 到时候 如何安排这个假冒皇帝呢 以在下之界 只有一图 什么狗东西啊 竟然敢绊倒本大爷 怎么这么惨啊 看还有没有气 还有气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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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我的天公统统没了 我变成个废人了 你干嘛 身子还虚弱呢 快 赶快进去 不是 我要赶快回宫去 我不能让他们的奸进得逞 你说什么 这位大哥 你可不可以帮我 赶快送我回宫 快点 再慢就来不及了 宫里 什么宫里 皇宫 皇宫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听我说 我是当今皇帝 快送我回宫里去 皇帝 怪可怜的 高烧烧成这样 神志都不清楚了 不 我甚至清楚地 你听我说 我真的是当今皇上 我相信的话 你马上送我回宫里 当你看到 所有卫兵 甚至朝天的文物百官 都给我下跪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了 不不不不 我才不要冒那个险呢 你这样自称皇上 这可是 犯了欺君大罪啊 搞不好 要被杀头的 兄弟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老弟啊 别再胡闹了 这不是相不相信你的问题 而是 因为这件事啊 根本就是显而易见的 不可能嘛 我虽然没见过 当今的皇上 但是 我起码也知道 当今皇上是一个 年轻君朗的青年 即使啊 有人要假冒皇上 也轮不到你这个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东西啊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你说我 哎呀 没有了 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了 不过说真的 你这副德性啊 要是晚上出门 还真会吓到几个人呢 德性 来来来 我扶你去看看 这 我 我的脸 这不是我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站住 臭几个人 你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滚远见 我是皇上 你们不认得了吗 滚 走 走 走啦 别跑啊 你们都不认得我了吗 我是皇上 真的没有人认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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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可恶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就算认不出我 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没变过 就算没耐心听我说话 也不能动不动就杀人了 这是 因为我长得丑 传得破 他们就看不起我 太失礼 太不公平了 气死我 当什么皇帝 我早就不想当皇帝 你们一大为人 老是盯着我的皇位 躲在暗处 要把我最心爱的东西拿走 要不然 就是那些自如为忠贞之事 你们在耳边跟我说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还有座有座子 占有占相 真是烦死人了 还是做向老百姓 自由自在 我也乐得从此隐性埋名 给我逍遥自在的生活 平君 水仙 大娘二娘 师父 他们都不证了 刘徐跟苏承的阴谋 这些贱人 一定会害他们的 不行 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快点 快点 皇上 您要的五五百官名色 全在这儿吧 放着就好了 大将军霍光 御是大夫禀少卿 御邻君 中郎将徐 皇上 您的热茶来了 放着放着 皇上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 你弄脏龙跑 该当何罪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 来的 重打五十大百 是 当皇帝的滋味 真不错 有功则赏 有罪则罚 这就是所谓的赏罚分明 你们好好打啊 继续打 给我用力打 住手 你这样打是会打死人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狗奴才 笨手笨脚的 连茶都端不好 弄得我满身都湿 这样你就要打他五十大百吗 我这龙袍上面的龙 是帝王的象征啊 现在龙都弄脏了 实乃大美不尽 我打的五十大百 已经是便宜他了 碧妮 我真不敢相信这话是你说出来的 你跟我走 去哪里啊 你跟我走 我要你说一遍 这悲伤的典故给我听 糟了 我怎么知道这个典故啊 平君 这 我干嘛要说 大家都知道的 要你说 我要让你知道 你当初是怎么个职位卑下 怎么样体贴下属 又是怎么样 与低下阶层的人打成一片 原来如此啊 你说 你快说 我韩阎发 不 刘病也 当年一文不明 后来就沦落到 听 到这柴盘司 等等 你为什么用沦落这个字眼 你以前 从来都不会以你的出身为寒 回耻的 谢谢平君姑娘的教导 谢谢平君姑娘的教导 后来 我 我 不如站好了 你说便给我听 免得 免得我又用错词汇 辟 辟 你要懂得饮水思源 不能忘本 你现在 虽然贵为皇上了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你 一文不明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你 真诚帅 一直从来都不会摆架子 谢谢平君姑娘 你的教导 你真是我生命的明灯 你说的话 我这辈子都会记住的 兵爷 你能这么想 真是太好了 不枉我带你来这里 你能够迷途知返 我真是太高兴了 平君 我真的很谢谢你 海岩法这小子 一板一眼的 碰上许平君这个疯丫头 我还真担心她会被戳穿啊 王爷 我有一个险招 不知道您会不会接受 快说来听见 我们不如把霍水仙送到宫里去 一来 霍水仙的突然闯入 会抢走大部分的注意力 届时可以给寒烟法更多的时间 来适应皇帝的身份 二来 霍水仙一定会把宫里搞得天下大乱 他们越乱 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个计策虽是圣妙 但霍水仙一旦进宫 恢复了记忆 岂不是对我们又多了一道障碍吗 所以说这是一个险招 不过王爷请放心 即便是如此 也未必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怎么说 想想看 假如霍水仙恢复了记忆 她跟许平君为了争风吃醋 而闹得不可开交 好 到时候 刚好给寒烟法一个喘息的机会 相反的 如果她没有恢复记忆 那我们就缩使她与许平君作对 令许平君穷于应付 而无暇注意到寒烟法的义重了 好 妙 真是妙啊 苏承啊 你真是站得高看得远啊 王爷过奖了吧 现在就按你的计策去办吧 是 是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去见他们 他们一定认不出我 还是去找师父好吗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样翻译很好很好 师父 还是那幅刺眠山沐的样子 很好很好 什么人 请出来吧 师父 施主是谁 为何伤心 师父 师父你们认得我了吗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凡有所向 皆为空向 施主是谁 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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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打狂语 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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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回去 师父 我真的是病医啊 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病医啊 师父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牛 大牛 你不认得我了吗 喂喂喂 你是谁 我是病医啊 大牛 他是疯子 疯子跑到这来捣乱 我不是 送这位施主出去 是 师父 我不走 师父 相信我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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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 大牛 大牛是你叫的 少靠近我 就你那个窝囊废的样子 还敢冒充他 告诉你 皇上的功夫 那可是比我还厉害 滚 我认为是病医 我真的是病医 师父 我已经把那个疯子 给扔出去了 那个冒牌货 胆子可真够大的 竟敢冒重流病医 他确实是病医 师父 师父 你在说什么 他事病医 病医 师父 你别开玩笑了 有人要篡位 阴谋害他 可是 可是刚才那个家伙 一点功夫都不会啊 他的武功 已经全部废掉了 已经全部废掉了 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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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 干什么去 我去把碧云找回来 我要替他报仇 不用找他回来 也不可以替他报仇 师父 师父 暗中保护他 不要让他知道 为什么 病医 心性未定 需要磨练 现在 正是最好的时机 师父 我懂了 去 快去 去 大娘 二娘 不会不认得我吧 大娘 二娘 大娘 二娘 开门啊 大娘 二娘 大娘 二娘 哪来的臭乞丐啊 滚开滚开 我不是乞丐 我是皇上啊 你是皇上 我还太上皇呢 什么事啊 娘娘 外面有个臭乞丐 在这啰哩啰嗦的 我正赶他走呢 大娘 那是大娘的声音 大娘 大娘 是我 是大娘啰嗦 滚开滚开 大娘 是我 好像是变你的声音 滚开 大娘 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 爱是犯了 乱乱成就的差错 又何必在乎别人 怎么看 怎么说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为了爱情 我也背叛了所有 如果你想离开我 就别再微微说说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别再问我 难过时候怎么过 或许会跑好的火 或许会像是无踪 你在乎什么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为了爱情 我也背叛了所有 如果你想离开我 就别再微微说说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别再问我 难过是否怎么过 或许会跑好的火 或许会像是无踪 你在乎什么 我差点过 后来也不用怕 我差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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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问我